所以有4欄 也就是這個欄數的話你輸入4 那分隔符號在段落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很快的幫我們怎樣轉換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本來不是表格的 很快的一下子就通通變成表格了 所以以後有沒有 成語一欄 然後解釋一欄 例句一欄 對不對 然後空白一欄 那如果這個空白一欄不要管他就好了 你就把這三個欄位 這三欄怎麼樣呢 把它做選取的動作 這三欄把它選起來 選取就是上面箭頭往下 123 那這三欄呢你把它Ctrl11複製 複製之後呢你再開一個新的 Excel的檔案 那直接把它怎樣貼上去 那貼上去的話 貼上之前呢 先在上面 先打上那個欄位的 名稱分別是成語 解釋 例去 那在上面 A2跟A這兩列 先空下來為什麼 因為 我後來發現 你如果把按鈕放在這邊的話 將來複製 複製過去 他不會把按鈕 同時複製過去 因為你擺旁邊 你一定會複製到 所以 直接就放在上面會比較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是直接在A3的地方先輸入那個欄位名稱 然後再把剛剛的結果 Ctrl V貼上 在A4的地方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樣做查詢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利用什麼 利用Word來做 這個轉換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也就是說將來如果各位要把那個資料轉到Excel裡面去的話 其實只要能夠轉的變成表格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它轉成表格有時候格式太混亂了 你就可以先把它修正一下 再轉成表格貼過來之後就很快就可以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